这就是买家购买的一个同款的WiFi Mini Switch WiFi Mini开关 Mini Smart Switch 它是通过连接WiFi 通过WiFi连接到APP使用的 一位连的 使用一位连APP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调试到了一个正确的配对模式 连闪三次然后停一次 连闪三次停一次 进入了正确的配对状态 当我们在连接实现检查手机所连接的WiFi 是否是2.4级 然后蓝牙有没有打开 蓝牙打开的话 它只是会辅助连接 并不会对控制 控制这个设备起到任何作用 它只是辅助APP能够很顺利的连接到设备 打开 然后我们点击添加设备 点击添加设备 下一步 这样就很快就可以 很快就可以 在这里很快就会发现这个设备 然后我们开始连接 那我们测试的时候需要保持APP 连接APP和设备和测试设备 然后复载都在一个界都在一个视频里面 视频画面里面 这样我们才可以对整个测试过程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我们也可以很及时的发现它到底有什么问题 打开 我们可以这样观察一段时间 看它是不是像买家说的会有 它自己打开关闭打开关闭这种情况 应该是不会有的 这个产品已经非常稳定了 至少我们在测试所有的产品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这种 Tak 则不能都会发现 好 那它会是不לה并不是 这样的 可以 谢谢观看